一次的范例,那这个范例里面,通常就像说,这个经常会有那个工作表,比如说这边有1,2,3月,三个月份的工作表,如果我今天怎么样呢,要把它放在一起,因为它三个月是一季嘛,那我要新增什么,这边假设我要新增一个第一季,对不对,然后再把第一季的1,2,3月通常放在一起, 那有的,如果你不知道一些自动化的功能怎么样,就是自己啊,先新增,然后Ctrl-C,Ctrl-V,Ctrl-C,Ctrl-V,Ctrl-C,那如果是三个月还好,如果三十个月的话,你每天都在Ctrl-C,Ctrl-V,对不对,那基本上当然如果说我们要,以这个例子来看,其实我们前面有,有教过各位,好像有个范例里面,自动产生,把查询结果放在,那一个,某个工作表 结果里面嘛,对不对,其实这个范例跟那个范例也有点得一通,所以首先的话呢,我要怎么样,增加一个按钮,好,比如说这边有个按钮,按下去之后的话,可以帮我把这些,资料放到第一季,然后后面再加上,这些,上面栏位名称,已经有了就不要再加了,或者是看,也是一样,把后面的资料通通接在一起的话,那按下去, 有没有,这自动怎么样,帮我把第一季,都接上去,而且上面的话呢,还会有什么呢,还会加上一月,二月,三月,好,OK,那不过,有一些东西也会把它call过去,像这个,这个可能也把它call过去,OK,那类似像这样,请各位先,思考一下,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,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做,可以把,比如说,很多个工作表把它汇整在一起, 这个方式,OK,我们不要图法链,至少要比那个,比什么,比Ctrl C,Ctrl V还快,所以第一步的话,我们先了解一下,就是这个范围,复制之后怎么样贴,贴到一个新的工作表上,所以第一步的话,我们就是,呃,先录制一个聚集好了,就是录制聚集,然后我如果不知道的话,可以录制一个聚集,那这个名称,我用聚集1好了,OK,按确定,第一步的话,邮标放外面, 然后点这边一下,Ctrl Shift向右,Ctrl Shift向下,那也是把这个范围,复制,选取,Ctrl Shift向右,是向右选取,Ctrl Shift向下,是向下整个选取,就把这个整个范围选取起来,然后再按一个Ctrl C就复制,那刚刚是,Ctrl是方向,Ctrl哪个方向是到镜头,Shift是选取的意思,然后复制之后的话,接下来, 我们就可以在哪边贴上呢,比如说新增一个,一个工作表,然后怎么样,把它贴上去,好,然后游标再移开,我们就完成了录制聚集的动作,接下来我们要停止下来,停止下来之后再来看一下,这个地方聚集1,刚刚是聚集1的名称,好,把它编辑来看一下,那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,第一个,游标一定是放在A1上面,那再来的话呢,向下,向右,复制,然后再来怎么样呢,新增一个工作表, 最后把它贴上去,在最后在某一个工作表上面,某一个处存给点下去,就结束,对不对,那如果说我今天会有,第二个工作表,第三个工作表,一样的动作,那这个地方你可以跑个回圈,那回圈的话,